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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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这些社交媒体 虽然可以很快认识到新的朋友 但是就无法判断这些陌生人的身份 是真还是假 网络陷阱也很容易就这样发生 社交媒体的选择越来越多 社交陷阱自然也更加多 最常见的社交陷阱又有哪些呢 我想社交陷阱这个概念是近几年出现的 因为很多用智能手机里面 透过一些apps可以认识到朋友 引伸很多年轻人 可能在apps里面认识到很多陌生人 那些陌生人令到他们受到身心的伤害 我想最常见的社交陷阱 就是在用了社交的apps 去认识一些陌生人 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些性陷阱 可能是一些年长的人 去侵犯一些少女 甚至可能是一些其他人 是透过一个社交陷阱 去骗你的金钱等等的东西 虽然网络陷阱的数目不少 但是网络文化的大胆作风 就令到不少人爱不惜手 网络短片或者是网络红人 为什么可以一夜之间成名 甚至成为青少年的模仿对象呢 首先网络短片创造了 共同的网络文化和语言 比青少年得到归属感 其次它也助长了窥视文化 被人误以为 透过窥视其他人的真实生活 可以得到快乐 社交网络虽然方便 但是衍生的社会问题就越来越多 比如私隐威胁 网上欺凌 网上性生活等等 网上欺凌是一种网络审判的行为 透过集体力量 利用互联网或者手机等等的 网络传播技术 对对方进行精神折磨 骚扰 威胁 羞辱等等的行为 如果遇到学生被网上欺凌 老师是可以参考以下的做法 你们可以主动接触被欺凌的同学 了解整件事的经过 然后就留意同学的情绪反应 尽量去平复回它 并且告诉它暂时避免回应 也要提醒它 不要采取任何报复的行为 与此同时 可以记录低欺凌的证据 并且告诉社交网站 或者讨论区的负责人 透过正确的途径去解决问题 其实网络的交流和消遣 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老师和家长都应该及早了解这些陷阱所在 这样才可以教学生或者子女 如何做足预防措施去保护自己 导师就说 不要一直想限制青少年 不可以这样或者那样 可以的话 不如早点教识他们 如何去保护自己 才是最接冲的办法 我想这个世代很难去避免的 反而你就告诉他 如何去管理这个危机 究竟当你和这个人聊的时候 会不会有机会受到伤害 会不会受到一些金钱 或者情感上的损失 这个危机管理最重要 让他知道 如果我和这个人聊天 会不会受到什么伤害 如果我出来的话 我应该如何去保护自己 导师在讲座期间 和老师分享了一些 协助青少年安全使用社交媒体的技巧 我想最重要老师就是理解这个网上文化 不要第一时间禁止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其实你禁止到学校禁止 不能在家 所以其实最重要是理解 在网上发生什么事 跟他谈一下 去玩这些事情 背后原因是什么 理解他需要 很多时候如果理解他需要 帮助他去解决他需要 其实很多时候他不会再玩 很多时候可能上社交媒体 都是想认识朋友 在网站 特意 post一些 比较刺激的相片 希望让人注意自己 其实看到他背后的需要 如果老师或者学校看到他的需要 帮助他去解决他的需要 其实是更加能够帮助到他 我想最重要是学校 如何辨识网上那些人的说话 是否有一些陷阱被他踩 譬如是否一些性暗示的说话 譬如是否有些性暗示的说话 譬如是否有些金钱上的交易 也要学习如何辨识 这个人的身份 是否真的在媒体里面所说 是一个男性还是少年人 其实网上有不少用语 是和性暗示有关的 如果见到下列的这些用语 就要小心了 参加了这个讲座之后 我们在网上世界那么大 他们和用语更新的快 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今天学了一些火星文之后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桥梁 可以去接触学生 知道他们说什么 由于家长和我们老师反映 尤其是近年的学生 是比较多用手提电话上网 甚至乎他们基本上 很多家长都反映 回到家的时候 他们是用很多个小时 用他们的手提电话上网 而且因为家长也不知道 他们究竟用那个手提电话 是用来上交易网站 还是其他什么的网站 我们至少可以在Facebook 或者一些社交网站 留意到学生一些用语 我们至少明白到 用语究竟是代表什么意思 可以了解到他当时的一些心情 从而我们可以辅导一下他 或者请一些专业的人士 去帮助一下他们 网络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同样也有不少的有话 家长和老师 唯有及早了解 网上文化和网络语言 才可以和子女或者学生 知己知彼 有效地教识他们 慎防社交陷阱 有效地教识他们 有效地教识 在同行的 那里 我们有效地教识 请和言计划 请订阅